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地方检察院地方检察署上告到这个高等法院 应该我们现在看到照片就是他的报道 他把状子递上去 那高等法院的值班法官大概有一个值班法官 在今天星期三号要彻夜的去读这个东西 因为他就他案卷比较多吧 他报道是彻夜要去读 那在有关柯文哲这个案子本身的比较著名呢 就是一句话叫我不知道 所以在推特上在Excel上很多人都在转 这个他的就是法官接受柯文哲的抗辩理由就是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成为人们嘲讽的一种东西 而这个民众党本身呢 把它作为一种很大的很伟大的胜利就这么拿出来 在民众党在取得这次胜利之后 突然提出来党团突然提出来要在立法院 台湾的立法院要削减就是隔掉监察院的所有的费用 所有办公费用 只给监察院员工工资发钱 其他的钱都不给 办案什么都不给 我当时看这报道之后 这报道是真的 但当然他是商榷了 他刚刚有人提出来 民众党在台湾立法院占关键少数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党 党派占有绝对占有过半数 所以这样的话 关键少数呢 他就变成了是左就是左 是右就是右 他就变成了这个 但是呢 他就 如果他提出来 要去这个削减 砍掉监察院的所有的费用的话 这个就不仅仅是过火的问题 当时我看过之后 给我的感触蛮深刻的 这已经不是政治了 政治还有国家的概念 一群孩子撒 就撒花打破 你不给我买这玩具 我又跟你把裤衩也脱了 反正满地打滚了就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 完全不是一个正常的环境 可能有朋友说 这就是政治破坏 whatever OK 监察院就是监察院 监察院里有没有坏人 肯定有 总统有没有坏人 到处是 那家庭的有没有坏人 哪个家庭都有打不完的架 那那个家庭是那个家庭 对不对 人说那打完架就离婚 离完婚之后 你是对你的孩子的侮辱 几乎你自己 就是成家立业之后 所有离异的那些孩子们 他们你们留下的那些孩子们 你们都不知道欠了他多少 为了你的幸福 你毁了你的孩子 缺爹少骂 所以就是 这就是 那现在都变得很正常 搜我了 对不对 过不了就散了 所以 基本人的东西都没了 国家 那在中华民国的五元制的概念当中 那当初就这么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满 不满可以楼 你不满你就撒花打破 把说这个 你开那个高速公路了 那有个坑垫了一下 你把这桥拆了 都是这个 对不对 那都是这个 他们蓄毛祸害 所以这个不是正常人 所以在我眼睛 这是很荒谬 不仅仅是荒谬 就是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 一个政治的 一个政党 为国家正常服务的一个人 不是 当然这个事 人抱出来 我看就 给我感觉 就蛮有趣的 就是蛮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就台湾政客 现在 我们不知道说谁 台湾政客 现在的做法 能给习近平气疯了 你看习近平傻 能给习近平气疯了 气傻了 为什么 按照 按照咱们在北京 这么混过来的 看了看台湾的闹法 不打你 我今天没有机会 把你抢过来 我真是 真是老天不如我 就这一群 就你们 这么个做法 你们还能去 什么管理国家 这那 我们也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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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间的老 小脚老太太 都比你认知强 他都不会这么做 他 他习近平会这么想的 这是我 我眼睛里看 就很荒谬的做法 那台北的地方检察 台北的地方检察院不干 就告到了高等法院 在告到了高等法院当中呢 里面又提到了这个 当时法院裁决的时候 那个裁决书 裁决书 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 就这个法官呢 那这个法官呢 他当时裁决 案子的本身是违法的 再重复 案子本身是完全是违法的 知道内情的人 就要承担责任 然后他说 本案关键在于 柯文哲是否明知 委员会将你这样的形式违法 是否明知 20%这个容积的奖励是违法 那他说 柯文哲不是委员会的与会人员 无从直接知道开会情景 自身也不是相关专业 所以主张其信赖 所以主张其信赖形式上的 所谓专业性 那多数是由委员会决议 所以因为这样的故事呢 由彭政生主管 所以并非没有依据 一句话 就是柯文哲 不是这个相关专业的 所以你不能难为他 他也没去开会 所以他也不一定知道 所以他就回家了 我胡说嘛 对不对 他是台北市市长 他不是别的工作 别的工作我觉得都可以说 他是市长 对不对 谁家干市长有这专业吗 哪个学校开市长专业了 他都没有市长专业 他为什么要当市长啊 这法官怎么能这么借口 对不对 市长是管理的 那与事情这么大的事情相关 市长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无政府啊 所以这个法官的判决 他就不能不可能服众 人们稍微明白一点 人一看我哒行 这是法官 他你说那人法官就是 代表台湾的衰败 司法系统的衰败 人员素养的衰败 整个结构的衰败 那没有什么 那判了就判了 对不对 关咱什么事儿 在我眼睛里看着就是乐 没跟你说嘛 就你台湾人如果 如果很多台湾人 你这样的态度去认为胜负的话 是能把习近平气死了 你就获胜了 这确实气死了 因为他真不敢打 但是他呢 真看不起你 真的 这个 因为这个借口 不能是以这样的借口 那很显然 作为专业的人 正常的专业的人 他地方检察官 他肯定不干 他就送到了 就是就送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次好明天做出裁决 那更有趣的呢 就是说台北地方检察院 跟彭震生都告到了最高法院 这是一个对立的 完全是对立的 这对立的呢 就是最高法院这个法官就得做出 他是有一个值班法官 还有两个法官 大概三个法官共同做出裁决 那对立的案子就是 彭震生是 柯文哲那时候的副市长 所以他主管这个案子 就被 把他给判成拘押禁件 重大嫌疑 那那个法官又把柯文哲呢 说他什么事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他回家了 那姓 他也不干了 对不对 他是市长 我是副市长 你说他 我给我关起来了 他回家什么事都没有 那他不干了 所以他就告到法院 他也告到最高法院了 你让柯文哲回家 你不让我回家 他没事 我有事 这说不过去 他是市长 我不是市长 对不对 那最高 那台北地方检察院也不干 说那个给刮了 你把这个放 这是一个对立的 完全对立的两个结果 同时告到最高法院 代表着 那做出裁决了 咱们就看最高法院什么样 但我想说 这件事情在处理中 那很多政客的表达中 是个孝 这是涛格说的 那个代表整体的 在这个所谓左派的这个影响下 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也好 法治社会也好 就人的那种奸华坏 去利用民主 利用法治 利用这个自由 人们没有任何底线的 去放纵利用 没有底线就是没有道德 他其实核心的价值观 我眼睛看到是这 所以我才说 你们把这个 把习近平给气死了 气疯了 这是就是这样的 台湾的这个政党的 这种第一层面的政党的 政治政客的素质 那个 如果真正武力解放台湾 垂首可得 到处都是出卖 这是能够 完全能够感受到 所以我们才提到说 民进党同样糟糕 那但是柯文哲 确实表现不太一样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